34歲的電工方桂芬 原本有一個未滿的家庭 但家人星期一再見到她的時候 就只剩下冰冷的遺體 事發於星期六下午3時多 方桂芬在機場航天城東路的 11Sky's商場地盤工作期間 懷疑觸電受傷暈倒 10分鐘後公友發現她沒有反應 於是報警 送院之後最終宣告不治 方桂芬和太太有兩個子女 大女11歲 細仔8歲 她以往在內地也是任職電工 7年前由站綱來香港定居 她的太太沒事做 現在連臉葬費也成問題 死者大寇黃先生就說 事發當日死者原本打算下班之後 回內地陪家人吃飯 但是家人一直都沒有她消息 之後來香港了解才知道她的死訊 她又說意外之後 方桂芬任職的公司沒有接觸過他們 地盤城建商協成建築集團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 對地盤有外判工人離世心表難過 對死者家屬置以最深切的慰問 會聯同外判商向死者家屬提供適切的協助 亦都會配合政府部門調查事故成因 而目前勞工處已經向承辦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